重庆这么多台阶啊 从26层出来居然是大马路 咦 轻轨 这是重庆独特的风景线 长江所到 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 和山城空中公共汽车 重庆是一座山城 有很多坡路 这里的楼房大多建在山上 这就是著名的 开着导航业会迷路的 黄绝丸丽角 听说一共5层15条闸道呢 本地人都会经常迷路 听说解放碑很出名 我们去看看吧 解放碑是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胜离的纪念碑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 都说布揽夜景味道重庆 乘坐游船 可以游览嘉陵江和长江 欣赏江边的夜景 随便找一家重庆火锅 味道都不错哦 到处都可以闻到火锅的味道 火锅底料要熬制几十种香料 是祖传秘方 我要一个重拉锅底 还好听了当地服务员的意见 这种酒工格可以把菜品隔开 也是为了方便固定食物哦 重庆炒湿 重庆火锅麻辣 吃辣椒可以排湿解毒哦 当然 重庆还有很多特色小吃 你们知道哪些呢 关注我开开心心过寒假 别忘了给我点赞哦